雍正登基后 为什么要把三阿哥印子圈禁致死 论起花样找茬这件事 一般人绝对比不上雍正 康熙的三儿子印子 就是一个被雍正没事找事的一个受害者 三阿哥印子的母亲 是出生于正皇期的荣妃马家氏 马家氏的家族不算显赫 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原外郎 在康熙四年 马家氏以秀女的身份入宫被康熙选中 入宫之后的马家氏非常得宠 今天咱们聊起康熙的孩子 那简直就是像下猪仔一样 一生一大堆 可是在早些年的康熙 差点让人以为他身体有问题 因为25岁之前 康熙他生了10个儿子 可是腰折了7个 死亡率高达70% 就清朝皇子的这个死亡率 以至于我经常觉得 天地会总部可能就在太医院 康熙这7个早腰的儿子里面 有4个是荣妃生的 而印子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 可见荣妃的确实得宠 康熙13年 康熙的第一任皇后赫世李氏 因为难产 在生下印人的两个时辰之后就去世了 此后印人就一直被康熙 交给了荣妃去抚养 这就是说 三阿哥和太子印人 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所以关系非常好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康熙一直是把老三 当作印人将来的俯臣去培养的 关于印子这个人 大家印象里应该就是 雍正王朝当中的 那个平时文质彬彬 关键的时候 捅刀子又文又准的 读书人的形象 历史上的印子 他文化水平确实很高 他的老师是张廷玉的父亲张英 康熙养股市的教育方式 虽然给自己晚年挖了坑 但是不得不说 康熙的基因 他的确很强大 养出了一大堆的学霸来 三阿哥印子可以说是 这批学霸当中的代表人物 他不仅书法水平非常高 而且懂天文立法 康熙朝中期印子就领着一大帮人 编算了《绿丽渊源》 还有《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大书 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 是现存规模最大 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关键是 三阿哥这个人他不仅文化水平高 武力值也非常高 像康熙35年 康熙青春哥尔兰期间 印旨奉命掌管湘红旗大营 这领兵这种事 是后来雍正他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从综合素质来看 三阿哥似乎比老四要强上那么一点 康熙有多喜欢这儿子呢 《青史稿》当中记载说 康熙46年3月 康熙弟亲自去了老三的家里吃饭 死后老爷子就成了老三家里的常客 没事就过来 雍正后来继位的时候 就经常跟别人说 我爹最疼我了 因为他来过我的圆明园里面吃过饭 乾隆更是拿康熙去圆明园 这件事扯大吉 说我爷爷就是那次看见了我之后 就相中我了 这才顺手相中了我爹 反正这爷俩嘴里边 康熙去一次圆明园 就成了上升荣宠 可实际上这种事 在老三家里都习以为常了 而最让康熙彻底相信这个儿子的事 是在康熙47年的 第一次非太子事件当中 当时印章被康熙伸斥 大哥在康熙面前也是各种上蹿下跳 就在这个时候是老三站了出来 帮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说话 最关键的是 印章在维护印人的时候 回首就给老大狠狠地扎上了一刀 根据青史稿的描述 大哥让一个蒙古喇嘛 给印人扎小人下五谷 这件事就被印章给私底下捅了出来 这一下就把康熙气炸了 偏偏这个时候 大哥又发表了著名的蠢猪宣言 表示自己可以不当太子 但是如果八个当太子 那我愿意拥护他 而且我还愿意帮你除掉印人 这一通话加上扎小人的事 让康熙是忍无可忍 直接把老大给圈禁了 这件事还把当时根本不在 案发现场的八个 也给狠狠地坑了一顿 很多人说印旨这一件 送走两二个 说明他有争太子的心思 可事实上就在后来 康熙清算印人罪状的时候 有一条说印人的遗仗 还有生活用品 规格有点超纲了 一个太子用的跟我一个皇帝差不多 那哪行啊 大臣也是随成附和 只有印旨站出来说 那可是太子啊 他用的东西 要是和其他人的都一样 那他还有一个太子的样吗 谁还愿意当太子啊 就从老三这不顾当时 康熙发电的情况 坚决维护印人的态度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看中和自己 一起长大的印人的情分的 所以在雍正王朝当中 非太子期间 是四阿哥和十三阿哥 帮太子说话 但实际上 历史上这个事是老三做的 他的这种维护也让康熙对他非常满意 第二年印荣复位之后 老三就被康熙封为了成亲王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 四阿哥的很多待遇 都超过了同为亲王的四阿哥 比方说像在康熙59年 康熙封印旨的长子洪盛 为成亲王世子 同时康熙还下令 让洪盛享受被子的待遇 当时这种待遇 只有老三和老五的儿子有 小红利都没有 乾隆的不满又加一 但是印旨的人生巅峰 在康熙去世之后也就结束了 康熙61年 雍正皇帝继位 继位后的雍正 对兄弟们做了是如下不熟 首先让老八印四 老十三印翔 奉为和寿亲王 处理朝政 然后是让人在西北的老十四 回京奔丧 最后一个就是让老三印旨 去景陵给父亲看坟 这个待遇就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雍正是不是为了证明 我爹最爱的人是我不是你 就连老三的儿子洪盛 在雍正二年也被废除了世子的爵位 可见雍正对于老三 这个当时唯一没有被圈击的兄长 是肉眼可见的讨厌 至于讨厌的原因 雍正在商誉里面也说过 说你这个人一向是能装 谁都看不透 就跟个八角章鱼一样 我是不放心你在我身边 你就老实的看坟吧 到了雍正六年 老三因为索慧案被揪了出来 雍正干脆就撤了老三亲王的爵位 降为了郡王 直到雍正八年 考虑到自己的哥哥也不多了 雍正就恢复了他亲王的身份 可就在这一年 老十三印祥去世了 在印祥葬礼上 印祥可能表现的就不够微伤 这可把悲伤过了头的雍正给惹起眼了 直接给印祥扣上了个大帽 说老三这个人 从小我爹就烦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个磕吧 说话不利索 而且为人还特别差 见到我爹就知道哭 这件事朝行里的大臣都知道 而且这个人对待兄弟刻薄寡恩 毫无情意 说实话 这个罪名就有些不明其妙 康熙要是不喜欢他 怎么可能到哪都带着老三呢 至于说嘴笨 什么时候说话不利索也算罪名了 至于说对兄弟刻薄这件事 究竟是谁刻薄 刻薄俄俩子好像是康熙曾经评价雍正用的 不重要 反正这些罪名都是老三的了 最终老三是被废掉了爵位 圈禁在了景山的永安亭 两年后的雍正十年 一直死在了景山禁所 他的儿子也在两个月后去世了 雍正得知三哥去世之后 他也没有任何悲伤的表情 最终是按照郡王的礼仪安葬了他 可能唯一不同的之处就在于 没有给他改名字 直到乾隆登基之后 才恢复了老三亲王的爵位 关于雍正为什么对三哥这么厌恶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 印旨他虽然维护印人 但实际上他私底下 也经常和大臣们保持联系 而且他和老八老九那边 也是笑呵呵的 属于是八面玲珑 这也难怪雍正会说他是一向能装 是个八角章鱼 这对于敏感的雍正来讲 是无法容忍的 只不过印旨 他到底也没有做错什么事 为了收拾他 一共就干脆拿口吃的幌子 硬去找茬 把这个三哥给干掉了